另外根據統計 來往台日的旅客一年超過了400萬人次 所以有台灣的航空業者看準商機 從下個月開始將和日本大飯店合作 把日本料理帶到飛機上面 推出豪華飛機餐 日本料理師傅刀工細緻 要把道地的日本料理送上天 和台灣師傅合作 兩位主廚花了一年時間 研發出味噌燉牛舌和鮭魚吸筋燒 兩道飛機餐 用的是月光米味噌湯 從台灣飛往東京 大阪的商務艙旅客都能吃得到 這一家國籍航空 之前就曾把年菜米其林料理 做成機上餐點 這次則把目標鎖定日本航線 旅客願意去日本 他對空中餐點的期待也是有的 所以我們也趁這個機會 那麼在不同的航線上 推出不同的日式料理 大概有個10%的成長 另一家日本航空業者 也是跟高級飯店合作 一道道國寶菜肉行食 翠玉白菜 精致誘人 台日航線各家業者搶客 要先用美食抓住旅客的胃 UDN TV 劉佳妮綜合報導